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今天的第二期节目 这期我们讲讲把镜头拉开放到二战以后的世界历史 我们看一看在涉及到在一个主权国家 因为语言因为民族特性因为文化 想搞独立有没有不打仗 不闹腾不出现暴力冲突的成功案例 我告诉大家有不止一个 当然了重点我们会聊一聊加拿大 除了加拿大以外 大家还记得另外一个国家吗 原来我们一说这个国家 都是两个词放在一块说 捷克斯洛伐克 你看人家后来不就分离了吗 而且也没打什么打得不可开交 因为很简单 捷克和斯洛伐克在文化上 一直就有一个巨大的天然的隔阂 那中世纪的时候 捷克就被纳入了神圣罗马帝国 当然了这个神圣罗马帝国 后来有些专家说既不神圣也不罗马 更非帝国 那就是当年的日尔曼人 德国捷克投靠了日尔曼人 文化上也成为了日尔曼语系的一部分 语言宗教都是日尔曼的影响 但是斯洛伐克是干啥的 斯洛伐克本来就没有这么一个单独的国家 它是匈牙利的一部分 所以它文化上更受匈牙利的影响 斯洛伐克这个名字 在近代以前根本就不存在 它的真正的名字 是因为它在匈牙利北部 所以被称作叫上匈牙利 那斯洛伐克这四个字 这个名字是近代欧洲的民族主义兴起的时候 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 觉得别弄什么某个部分的匈牙利了 听着很不来劲 不给力干脆我们起个名字叫斯洛伐克 其实它并不是历史地名 而是在当地的语言里面叫斯拉夫人之地 它是斯拉夫人之地的意思 那在二战之前 捷克斯洛伐克 他们这个国家有四个民族 首先有捷克 还有斯洛伐克 还有日尔曼人 还有叫鲁尼西亚人 实际上就是今天的乌克兰人 所以有四拨人在捷克斯洛伐克 那因为二战的原因 当时他们叫兄弟逆强 团结抗击外儒 他们一起对付外族日尔曼人和乌克兰人 保证了这两个民族 在这个国家的绝对主体地位 但是二战打完之后 捷克斯洛伐克 把日尔曼人就是德国人驱逐回了德国 而苏联则搁占了原属于 捷克斯洛伐克的沃尔科尔巴地区 乌克兰人也被分离出去了 所以你看乌克兰人也走了 德国人也走了 就剩下捷克和斯洛伐克了 结果这一对兄弟打起来了 因为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变成了主要矛盾 这就跟抗日战争以后 日本人是打走了 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干起来了 那么这两个兄弟开始掐 到最后终于走到了分裂的那一步 但是人家捷克和斯洛伐克 虽然有矛盾分裂了 到今天为止 这两个民族的关系还是很亲密 两个人分裂的时候 也没有打得不可开交 而是非常平和的 听而容识的分裂 没有像南斯拉夫最后打成了一团乱麻 话说天下大势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这两个地方分离了以后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 在近些年以来 不光是在捷克还是在斯洛伐克 竟然也逐渐的开始了一个声音说 咱两家还是合起来算了 这个可能性虽然不大 但是已经进入了讨论的这种阶段 那将来是不是可能 咱也不知道 最后都是一个利益二字来考量 如果他们团结起来 在整个的欧洲 不管是政治经贸文化方面 有利于他们一起都爱打交道 那可能合起来也是有这个可能的 所以你看这个捷克斯拉法克 就是这么和平分手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加拿大 当然熟知北美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加拿大的存在的独立问题 就是它的法语区魁北克 很简单 魁北克历史上就是法国的殖民地 所以他和周边的这些地区 加拿大的其他区域讲英文 他语言上就不是一个体系 当地讲法语的这些居民 对自己的身份认同 也曾一个什么法裔的加拿大人 逐渐变成了魁北克人 他们很多人认为自己 既不属于法国 也不属于加拿大 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所以魁北克独立 慢慢的就成为了当地魁北克政坛 一个相当主流的声音 而且越来越大 这里面还有一位戴高乐将军 起了不太好的作用 可以说是个脚屎棍子 搓火 在那里搅和 1967年法国总统戴高乐 在蒙特利尔世博会期间 访问了加拿大 但是他在蒙特利尔市政厅 发表了一个讲话 那个题目听着就让人搓火 我估计在这之前 如果他跟加拿大方面报备的话 人家会让他修改标题 这个题目叫魁北克自由万岁 还有把法语夸得天花乱坠 把法裔居民 从文化层次上 语言的自豪度上 都让他们感觉比别的国家 比英文都要高一截 当地的法裔居民 对戴高乐的演讲 非常的震撼 感觉到终于找到组织了 找到领导人了 戴高乐才是我们自己的领导人 虽然那次演讲 加拿大方面表示严重的不满 但是这个魁北克的独立运动 就又被加了一把火 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当年那个演讲 也让法国和加拿大的关系 陷入了一个低谷 低到什么程度 戴高乐提前结束了 对加拿大的访问 返回了巴黎 后来他也被加拿大政府 列为不受欢迎人士 你看到没 戴高乐 因为这个成为了不受欢迎人士 一直到后来萨克齐公开宣布 法国政府不再支持魁北克独立 这是2008年的时候 那两国的关系 才在这个问题上 回到了一个正常水平 那俗话说 思路决定出路 魁北克人既然动了这个心思 就开始采取措施了 在70年代的时候 他们竟然通过了法案规定 法语是魁北克省 唯一的官方语言 而且开始限制英语 在魁北克省的使用 到现在为止 这个法案仍然有效 那这中间有没有出过岔子 有没有出现个暴力呢 也有 魁北克曾经在1970年 爆发过一次十月危机 当地搞魁北克独立 搞魁独的一个组织 叫魁北克解放战线 竟然保驾了 他们本省的劳工部长 和英国驻蒙特利尔的贸易代表 后来由于时任加拿大总理 皮埃尔特鲁多 采取了一个强硬态度 宣布魁北克戒严 最后 以这两个人里面 一个被杀 另外一个被释放 这问题解决了 几个绑架的家伙 也被加拿大政府允许离境 去古巴流亡去了 但是这个事情 最终是魁北克解放阵线 这些分离主义组织 想通过暴力活动 解决问题的事业 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为什么 魁北克人民是有素质的 魁北克人民是有追求 有理想 有自己的判断事情标准的 他们对有些分离主义组织 通过绑架手段达到目的 感到深恶痛绝 所以自从那个事情以后 一定要通过和平方式 来推进独立问题 成为了魁北克的主流民意 你看这个时候 民意仍然起了中流抵柱的作用 那后面就是两次著名的公投 一次 1980年代魁国克搞过一次独立公投 最著名的是1995年10月30号 魁北克再次举行是否独立的公民投票 这一次差点就成功了 反对独立的一派 仅以50.6%得票 险胜独立派 大家听到没 50.6%险胜独立派 这两次公投都是魁北克提出的 差一点就导致了加拿大的分裂 这些事情也逼迫相关各方 大家都在法治的和平的方式上 去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那么这个时候 加拿大法院就介入了 这里面他们主要是要去解决 几个核心的宪法的危机 宪法的争议 比如说以加拿大的宪法为基础的话 那么魁北克的国民大会 就是他们的立法机关 或者是魁北克的政府 他们是不是有权单方面在法理上脱离加拿大 就是有没有权利 他们单方面这么干 第二国际法的角度 国际法是否给了魁北克 国民大会立法机关或者政府 可以有权单方面推行 独立脱离加拿大的行为 那还有就是 如果是魁北克的相关机构 包括国民大会 立法机关政府 他们在法理上 搞独立这个权利 在民主和国际法相冲突的情况下 加拿大应该优先考量哪个因素 是优先考量国际法呢 还是优先考量他们的民主权利 你看这个问题都很周延 很讲究 最后1998年 最高法院的结论出来了 说根据国际法以及加拿大法律 魁北克没有权利单方面独立 大家看出没 人家最高法院出来了 但是魁北克人是不是 如果有人这么干 就要蹲班房 就要搞个寻寻姿势 就要给关起来呢 也不是 最高法院说了 如果魁北克人 表达出清楚的独立意愿 加拿大政府必须与魁北克省政府进行协商 那就是如果你想独立 你得协商 那加拿大的法院的这个决定 事实上受到了魁北克政府和加拿大联邦政府 都非常满意的一个效果 为什么呢 你看首先这个法律规定 加拿大确保了魁北克在公民投票的时候 选择独立结果为明显的多数的时候 他不能直接就宣布独立了 而是要与联邦政府谈判 需要加拿大政府的认定 这事才可能 并不是说轻易就能独立了 那魁北克这帮人是不是满意呢 也满意 为啥 因为既然最高法院出了这样的法律规定 那就是这个事情就进入了一个合理合法的议题 加拿大政府就有这样一个政治义务来和魁北克当地的相关的党派 团体进行协商 什么叫协商 就是讨价还价吗 就是我要这你给我纳 我想要纳你得给我这 双方讨价还价 也总比双方一直剑马弩张 动不动就搞绑架 要搞一些暴力活动要强 另外在这里还有一个事情 大家如果仔细听我刚才说的话 那加拿大的最高法院的规定 有个词用的非常的蹊跷 说什么呢 说如果魁北克人表达出清楚的独立意愿 加拿大政府和魁北克省政府才进行协商 而且你看这里用的词叫清楚 难道他们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还真是在很多的关键议题上 非常的不清不楚 加拿大政府都不知道你这帮人到底想干嘛 那为什么想独立的这一方 连到底想干嘛都没表达清楚呢 咱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说了这两次公投 公投里面应该提出问题 让加拿大让魁北克的选民来做出决定 但这个问题问的十分的模糊 比如说那上面写的问题是 您是否接受魁北克 在同加拿大建立了新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之后 拥有独立的主权问号 你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很麻烦很蹊跷 什么叫做同加拿大建立了新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 这啥意思 加拿大联邦政府已经说了 如果你问这样的问题 你得先把这个问题交给联邦议会批准 然后才可以问 因为只有通过联邦议会批准 我们才能清晰的界定 你和我们建立了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 那设想一下 如果加拿大根本就不跟你建立新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 你这个问题不就不成立了吗 不就是个假问题了吗 那你还讨论独立干啥 我根本就没跟你建立新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 你看 所以加拿大政府说 你不能用这样一个假设的问题来进行公投 再把这个例子推极端一点 比如说公投以后 你说独立了 还跟加拿大有某种形式的伙伴关系 但是如果加拿大反悔了 说我不再跟你建立经济和政治的伙伴关系了 那你原来那个公投和算数 那是不是你的独立以后 这个问题如果变了 咱们再变回来再统一 那如果这样的话 不就乱了吗 那些当年投了赞成独立票的人 是不是后来人家又反对了 咋办 所以这个叫清晰法 加拿大历史上著名的清晰法 这也是当地一个著名的法学教授 政治学教授斯特凡迪翁提出来的 你看关键时刻 加拿大人还是很令人敬佩的 通过法院 通过专家来把这些问题搞得严谨一点 别让这帮职业革命家想一出是一出 什么建立新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 你需要清楚 这种关系到底是啥 谁说了算 你得先提出来 我交给加拿大联邦议会批准 这个问题才可以提 不然不能提 那关于国际法方面 允许一个国家内部某个地方 单方面宣布独立吗 那这位法学专家 迪翁认为 绝大多数的国际法专家 都相信单方面宣布分裂国家的权利 不属于加拿大这样的民主实体国家 什么样情况下才要求独立 更具有道德上的正义性 那就是像亚非拉这种殖民地 那些殖民者非常的龌龊 非常的肮恶 残酷的压榨当地人民 就像当年的英国殖民者压榨印度 就像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压榨中国人民 这些都可以要求 可以支持 但是加拿大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 大家整天都是你好我好 吃好喝好 还有免费医疗 对你们都很好 你直接这么单方面要求分裂国家 有点怎么说呢 叫站着说话不要疼 有点拿起碗来吃肉 放下筷子就骂娘 不太地道 另外怎么来统计多数民意 是不是简单多数就行 比50%多一个 那就是成了这个 分裂或者统一的一派 那这个 也有点失之简单 因为人们的心思意念 很多时候是随着一些重大变化 而差什么变化的 比如说 一旦赞成独立那些人 发现独立以后 我去还不如不独立呢 或者赞成统一的那帮人 觉得过几年发现 我当年是独立了就好了 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 简单多数 立刻就变成少数了 这种简单多数的概念 操作手法 并不可靠 不适合广大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 那还有第三点 这个教授提出来的 太有意思了 我非常敬佩他 非常敬佩他 那就是台杠 抬出了新的境界 他的问题是 国际法保护分离后的 魁北克的领土完整吗 国际法里面 既没有保护魁北克领土的条款 也不会保护魁北克领土的界限 国际经验证明 基于民主的原则 寻求独立的实体的边界会受到影响 那就是 假设说 加拿大政府搞不过你们了 你们独立吧 独立以后 边界在哪 国际法里面没有规定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真的读和真的不读 在领土上 在地理上 没有一个明确的区分 那而且这个问题再抬杠抬下去的话 事情就更复杂 更精彩了 更不以为一般中学毕业之前的这些人 所理解了 怎么问呢 如果人人都有权 每个地方都有权分裂 宣布独立的话 首先假设魁北克 你有权宣布从加拿大独立 那魁北克自己 难道就是永远不可分裂的吗 如果这样的话 蒙春奥 你的这个首府 蒙特利尔是不是可以展开公投 比如说蒙特利尔 我们这些人 我们就喜欢留在加拿大境内 那我是不是可以搞公投 从你的魁北克省独立出来 重新加入加拿大呢 还有北边那些土著民族 是不是也可以公投 选择独立或者留在加拿大 你看这个问题出来了 怎么办 所以针对以上的这些顾虑 加拿大搞了个清晰法 怎么清晰法呢 比如说投票之前 公投之前 问题必须提交加拿大议会批准 问题必须简单明了 附加任何前提条件的问题 都将被视为不清晰 不予接受 再有加拿大议会 有权利决定明确多数 不是简单多数 是具有说服力的明确多数 你看这个权利回加拿大议会 还有加拿大所有省份和原住民 都应该加入到谈判里边来 如果违反清晰法里面的任何条款 加拿大议会有权否决公投的结果 大家看到没 当然了 虽然是清晰法 但仍然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指导原则 清晰法也没有点魁北克的名 而是说这个问题适用于加拿大所有的省份 大家谁这么干都行 但实际上说的是谁 全天下都知道 说的是魁北克 那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就像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一样 哎呦骂生一片 双方都觉得被这个法律骗了 这个法律是个恶法 为啥 那不赞成魁北克独立那些人说 你把这个问题用法律说出来 你这不是给搞分裂主义的这帮分裂主义分组一个 分裂指南吗 你给他指了路线图 你这么一二三 你做到这个我就允许你独立 你这不是支持分离主义分子吗 支持魁北克独立那帮家伙说了 你给我们施加这么多条件 你还说我们搞个公投都问不清楚问题 你这个是对历史的亵渎 你这是加拿大联邦政府妄图从精神上文化上 打垮我们魁北克人 你这是一个反民主 是苏来的法律 是列宁斯大林的法律 你看 这帮家伙也是吃饱了饭 这个没事干 也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也是看着碗里的 这个吃着锅里的看着碗里的 还拿斯大林说事 斯大林会让你搞公投 早就把你们吐吐了是不是 这就是一般民主国家常见的一个乱象 但这个乱象结果是在电视上乱 吵的挺凶 搞的挺乱 但最后毕竟没有了绑架 没有了秘密警察 也没有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 让无数人流离失所 那听到这儿也许有细心的观众 有对国际问题 对统独问题 对民族问题比较敏感 比较有知识的观众会问 那魁北克这帮想搞独立的家伙 他为啥不在公投里把问题说清楚呢 那事实上据我所知 他在公投里面都没有用独立这个词 让很多地方保持模糊地带是为了啥 我跟你我跟大家说句心里话 任何地方现在国际政治里面 这些人嘴里说的是主义 背后想的都是生意 搞独立这帮人为什么要保持模糊 就是模糊以后 他不是说独立以后就喝西北风去了 独立以后天天拿着主义锅子的 不是他既要独立 拿到自己最大程度上的说话算话的权利 不让联邦政府管 但是他想拿到联邦政府的有关的好处的时候 他一样也不想漏掉 他都想接着拿 那这种情况下 他就用种种春秋笔法 不用独立这种词 想达到事实独立 但是又能从加拿大政府接着拿好处 这样一个目的 这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把公投的问题 写的特别明确的原因 所以到后来 加拿大有个喜剧演员 在一个脱口秀里面 他就讽刺这帮独派 说魁北克到底想要啥 我告诉你魁北克人想要的就是 统一的加拿大里面一个独立的魁北克 大家都哄唐大笑 那可不是吗 看着加拿大还有杰克斯洛伐克这个事情很荒诞 但是我们宁愿要这样的荒诞 宁愿让我们对着这帮搞独立的 或者想搞统一的 激进我们的讽刺挖苦吐槽取笑之能事 我们也不愿意见到其中一方 拿了些莫名其妙的理由 比如说 俄罗斯的普京 比如说他的亲密战友 给他送蛋糕 赵纳的用的那些莫名其妙的理由 听着就是凶巴巴的 听着就是不讲理 听着就是舍我其谁 不听我就搞你那个镜头 比如说用这种历史 说自古以来 某某某某的一部分 在现代政治里面 甚至是血缘关系里面 连亲爹亲妈生的孩子 在一定的条件下 法律都允许你脱离父子母子关系 那何况是有这么多思想 习惯趣味不同的人组成的国家呢 人家想分家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理由了 所以你看这两天看到这个 徐州巴哈姆这个事件 很多人说啊 哎呀 风险还在台湾没了 哎我大心而觉得这个俏皮话说的 话粗理不粗 那可不就是风险还在台湾没了吗 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还有脸啊 你在道德上没有任何制高点 在国际法里面没有任何依据 说 我非要把台湾怎么怎么样 是正当的啊 当然了国际社会里面 国际的这个 啊 这个争斗里面 很多时候国际法仅供参考啊 道德也仅供参考 那就是实力说了算 但是如果你既想用实力说了算 又想占据道德的制高点的话 这需要极高的治理 需要极高的表达能力 你至少应该学着 像加拿大的统派独派 你们得坐下来开个培训班 好好的学学人家是怎么搞的 目前我没看到啊 在中国也好 在俄罗斯也好 有这么一波成窃获的知识分子 能够把这个问题啊 说清楚 理清楚 能够说服人就更难啊 所以啊 世界还将继续在血与火的考验中 继续去探索啊 从这个角度讲 我真的是认为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 甚至比美国民主的进化程度都要高很多啊 你看在多少国家血流成河的统独问题 人家就给他搞成了这么一个僵局 这个僵局是各方所乐见的啊 也给各方提供了继续探讨自己利益啊 抒发自己观点啊 探索自己应有道路的一个合法渠道 你看这不就是最完美的一个结局吗 所以让我们学习加拿大 学习杰克斯拉法克啊 把这样一个剑拔弩张的局势 转化成一个法律的理论的争端 这样比什么都好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啊 第二期节目 欢迎您给节目点赞打赏 我更欢迎您关注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